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所讲的题目是 切文。 各位同学,在我们日常谈话里面, 我们常常都会提问到 目的是不知而求知, 有疑问而求答案。 例如, 1.你的中文测验合格吗? 2.明天我们为他举行生日会, 你会到吗? 3.老师,借题数如何运算? 4.这都不是而求知的例子。 但是有时候, 特别在写作的时候, 我们提问题, 目的就不是为了求答案, 甚至是不宜而问, 而追求一种羞耻的效果。 大家又知不知道 什么是羞耻手法呢? 答案是, 第一个是切文。 而第二个是反文。 那我们先讲一下切文。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切文? 切文其实是指 作者对一个问题, 一早而一答案, 甚至有深刻的认识, 或者明确结论, 但不及于陈述, 而是先和正面提出问题, 再给予答案。 那大家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两句, 如何运用切文法呢? 第一句, 作者问阅读的人, 人生最快乐的是什么事? 其实, 作者对这个问题早已深思熟虑, 有一答案, 他只是运用了切文, 用一种自问自答的方式, 引出自己的答案。 而第二句, 作者李玉秀身, 经历亡国之痛, 这些是别人无所法体会的, 他先提问, 其实别人根本无法代他作答, 而李玉秀有特案, 他只是一缸春水, 来比喻无穷无尽的悲痛。 那运用切文法有什么好处呢? 那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为了达出某一个内容的重点, 或者有重要的见解, 深切的启会, 要告诉给读者知, 就会采用切文法, 借文化的方式, 引起读者的注意和思考, 然后在下文, 给出答案。 这样的表达方式, 比值接陈述的方式, 更能够令读者留下深刻的人像。 那大家可不可以举出其他例子呢? 事家要说明。 那例如, 第一个例子为例, 花为什么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呢? 难道是专攻吸引人像, 才热的吗? 当然不是, 为了传种接待, 叉门利用者作为一种手段, 招引传播花粉的昆彤, 自读于杨清文的叉子烟红的秘密。 第一句, 作者文化有各种颜色, 为什么呢? 其实是文章的重点所在。 作者为了突出这个主题, 故意在这里不作直接的陈索, 而是采用了一次文化, 先让读者思考, 再陈述答案。 这样一来, 读者的印象就会更加深刻加深印象。 以第二个为例, 什么是路, 就是同伴有路的地方, 浅存出来, 从只有经济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自治于老顺的生命的老。 第二句, 作者要突出对路的独特, 深刻的见解, 强调人们在艰难的环境中, 努力开辟新路径的精神, 所以他先切文, 再提出答案。 这样就会突出自己的见解, 也都可以激发读者的思考, 加深他们的印象。 那以下, 有一个连续给大家试下, 试为用切文的方法, 前写下面的句子, 谈谈读书的目的, 读书的目的, 是为了, 都, 都, 好了, 那现在给大家看一个参考答案, 读书的目的, 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应付考试吗? 是为了, 求取理想的职业吗? 都不是其实为了学做人。